北京时间6月26日 2017-18赛季NBA颁奖典里 在洛杉矶拉开帷幕 尼切尔乘坐印有新秀的保姆车来到现场 可能是太鸟梗的最后一个使用场景了 西蒙斯打了个喷嚏 你们看好谁能最终当选最佳新秀 库兹马 最佳新秀候选人里没有我 但我比他们都帅 法国吴彦祖表示不服 粉色西服就问你骚不骚 奥拉迪波 粉西服就骚了 哈登 听说有人在比时尚 老子穿着睡袍就赶来 鱼网上衣加皮裤 他朝任他朝 老子尼克扬 这种大场面 作为球员工会主席的保罗怎么能缺席 狂人斯普雷维尔也来到现场 他和千克 外星人卡塞尔的三头怪组合 曾让森林郎打进西部决赛 四届最佳防守球员得主本华来世也来到现场 此前 联盟也早早公布了常规赛各大奖项候选人名单 MAP候选 龙梅 勒布朗 哈登最佳教练候选 凯西贤猛龙主帅 斯奈格爵士 史蒂文斯凯尔特人这份国外网友评选的联盟最佳教练 贤十位 你同意吗 北京时间6月22日 据波士顿环球报记者 凯尔特人主帅 凯尔特人主帅史蒂文斯透露 由于他要参加祖母的纪念仪式 今年1月去世 所以将缺席此次颁奖仪式 少帅在欧文和海沃德合计缺阵103场常规赛的情况下 率领凯尔特人取得了55胜27负的战绩 排名东部第二 并打入了东部决赛 在很多人心中 少帅已经是联盟的最佳教练了 此外 卡图姆年度最佳新秀和欧文年度最佳赛场瞬间 预计也不会参加此次颁奖典礼 二人都入选了各自奖项的最终候选名单 费恩斯将代表凯尔特人全队出席 并领取所有奖项 最佳第6人候选 戈登 范弗里特 路威最佳新秀候选 以切尔 西蒙斯 塔托姆最佳防守球员候选 龙梅 恩比德 戈贝尔进步最快球员候选 卡佩拉 丁维迪 阿拉迪波ESPN著名记者斯蒂芬 A.史密斯也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小胡子教练感动的哭了 最终各大奖项逐一揭晓 西蒙斯当选最佳新秀 西蒙斯2016年以壮人秀身份被76人选中 但随后一右脚第五只骨骨折赛季报销 本赛季他常规赛出场81次 场均上场33.7分钟 能够得到15.8分 巴英晚晚8.2 助攻1.7抢断 心心相惜 上台领奖前西蒙斯与队友恩比德拥抱 随后走到竞争对手米切尔那边与他也致意 米切尔和西蒙斯本赛季的争夺终于告一段落 他们会成为仪式之敌吗 在新闻发布会上 西蒙斯的采访也很有意思 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大牌自由球员 这样大家都能向他学习 现在球队里没有这样的巨星领袖 奥拉迪波荣恩进步最快奖 奥拉迪波本赛季常规赛 为步行者出场75次 场均出战34分钟 能够贡献23.1分5.2 篮板4.3助攻2.36抢断 戈贝尔当选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戈贝尔常规赛为爵士出场56次 场均出战32.4分钟 能够贡献13.5分10.7 篮板1.4助攻0.79抢断2.3封盖 真大腿陆威生涯 第二次荣英赛季最佳第六人 本赛季陆威出场79次 场均上场32.8分钟 可以得到22.6分 2.5篮板5.3助攻 前猛龙主帅凯西当选赛季最佳主教练 这是凯西个人执教生涯首次获此殊荣 本赛季他执教猛龙 取得了59胜23负的常规赛战绩 高居东部第一 因为在东部季后赛次轮被骑士横扫 赛季结束后凯西遭猛龙解雇 休赛期 他以活塞达成一份5年协议 成为汽车城的新任主帅 暖心 活塞和猛龙关推 同时恭喜凯西获得年度最佳教练奖 黄丰后卫肯巴沃克获得体育道德风扇奖 这是他连续第二个赛季 荣应该奖项 NBA体育道德风扇奖自1995到96赛季起每年颁发 首届得主是乔杜马斯 奖杯也得名于后者 杜兰克荣应2017到18赛季社区关怀奖 NBA从2014到15赛季开始设立社区关怀奖 同时联盟还会在赛季期间每个月评选出一位球员领取该奖项 以表彰他们对所在社区做出的持续的慈善和关怀活动 此前三个赛季的获奖者分别是威少 沃尔和小托马斯 贾马尔克劳福德当选2017到18赛季最佳队友 戴欧奥斯卡罗伯克森获得NBA中生成就奖 12届全明星 1964年MVP 1971年总冠军 后仰跳头发明人 场均三双在没有三分的年代 除了场上的功勋 球场外戴欧同样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就 他是NBA自由球员市场的电机人 在1976年之前 球员即便合同到期是不能跟其他球队谈的 全力都在球队老板手中 作为球员工会主席的戴欧 距离跟联盟打了一场六年的官司 因此拖延了NBA和ABA的合并 最终为球员赢得了权益 然后才有了自由球员市场 他始终认为 球员只要没有合同 就有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所以他是詹姆斯 杜兰特门决定的坚定支持者 去年要踢碗背屁股 今年朝巴克利述中指 只还往老爷子皮这一下很开心 随后老爷子还发推 不好意思各位 我忘了刚才是电视直播了 每次看到巴克利 我都情不自禁会述中指 这纯属自然本能反映 社会社会 詹姆斯常规赛决杀森林郎一球 拿到赛季最佳回合奖 这一奖项由球迷投票得出 赛季最佳回合奖的候选名单 为赛季最佳扣篮奖 赛季最佳盖冒奖 赛季最佳关键球奖 赛季最佳助攻奖 赛季最佳控球奖得主 他们分别是字母哥 龙梅 詹姆斯 詹姆斯以及欧文 76人前锋 阿米尔约翰逊赛季赛季最佳拼博奖 常规赛期间 约翰逊场均上场15.8分钟 可以得到4.6分4.4篮板 1.6助攻 上赛季最佳拼博奖的得主 是当时效力于火箭的后卫被福利 火箭总经理莫雷当选赛季最佳总经理 火箭本赛季常规赛 取得65胜17负的战技 高居联盟第一 赛格精神奖获奖者是木托姆博 今天还是木大叔的52岁生日 祝贺他 木大叔也穿上了赛格标志性的花西服 One man can change the world 压轴揭晓得自然是MVP 火箭几乎全队都来为登哥站台 这C位 谁是老蛋一目了然 实至名归 哈登当选2017-18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 登哥的妈妈也上台陪他一同领奖 我们都知道妈妈在哈登的篮球和人生之路上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此 当年的雷霆三少全部喜提MVP 登峰造极 哈登常规赛为火箭出场72次 场均出战35.4分钟 能够贡献30.4分54篮板8.8 助攻1.75抢断 场均30.4分也让他成为赛季得分王 在他的带领下火箭常规赛 取得65胜17负的战技 高居联盟第一 他也成为自1993-94赛季的哈基姆 奥拉周旺后首次获得常规赛MVP的火箭球员 各大奖项尘埃落定 我们期待下赛季会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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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